兩岸頭條天天有料 大家好我是帥兵 今天是2020年4月30號 今天的主要內容有 臺灣婦聯會對強制廢止提出異議 將申請停止執行 綠營對島內政黨下狠手 171個政黨遭清算 國民黨開始大局改革 中央常務委員選舉制度 及黃富星黨部等多方面將進行調整 臺灣旅遊業受疫情衝擊 第一季度收益損失571億新台幣 好 下面進入今天的詳細內容 近期 臺灣婦聯會遭到 臺灣內部事務主管部門強制解散 臺灣婦聯會表示 堅決不服 將在三天內 分別向臺灣行政主管部門 及臺北市高等行政法院提出異議 並申請停止執行 以維護正當權益 綜合臺媒報道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認為 臺灣內務主管部門的處理 即使干涉婦聯會繼續成為政治團體 但是基於臺灣婦聯會已經向 衛生主管部門申請設立 公益基金會等財團法人 並處在審核中 難以認定內務主管部門 對其結社自由、言論自由 造成難以恢復的損害 對此 臺灣婦聯會發布新聞稿表示 臺灣內部事務主管部門 利用不作為的方式 拖延婦聯會轉型 繼而以12月發出函文 指示通知並非行政處分 以及婦聯會待遇決定等與事實不符的陳述 欺瞞法庭玩弄法律濫用職權 此外 臺灣婦聯會表示 申請設立公益基金會 正受到臺灣內部事務主管部門 臺當局所謂黨產會 以及衛生部門的無理拖延 而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未能審視公權力 對人民團體自主決議 橫加阻撓的事實 令人遺憾 臺灣婦聯會表示 雖已正式收到相關部門的行政處分 但婦聯會堅決不服 將在三天內 分別向臺灣行政管理部門 以及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提出訴願及申請停止執行 以維護政黨權益 據香港中評社報導 臺灣內部事務主管部門29號表示 已經開始辦理廢止 171個政黨的備案處分 包括臺灣共產黨 臺灣民主共產黨 中國統一黨 中國社會民主黨 等以中國為名 以及黨名有共產黨的多個政黨 都遭廢止 根據臺灣地區新修訂的有關政黨的相關規定 以人民團體身份備案的政黨 其組織、章程及相關事項 應於2019年12月7日前補證 超過期限仍不能符合規定的政黨 將被廢止備案 據臺媒報導 臺灣內部事務主管部門表示 日前已經針對未案規定完成章程修正 以及法人登記的203個政黨 和未轉換為政黨的42個政治團體 辦理廢止備案或立案 經廢止備案的政黨應辦理財產清算 並在收到公文15天內選任財產清算人 進行申報就任 未來這些政黨均不得再以政黨名義 對外活動 國民黨大局改革 中央常務委員選舉制度 將做出重大變革 或將改為由直接選舉產生 國民黨黃富興黨部也將做出調整 據臺灣聯合新聞報導 國民黨改革委員會組織改革組4月29號 討論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 中央委員及黨代表三合一直選方案 引發現場持不同觀點的雙方展開爭論 最後決定將黨員直選與間接選舉兩種方案 共同送國民黨改革委員會定奪 黨內幕前更傾向於中常委改為 分現世由黨員直接選舉產生 國民黨常委選舉制度案由於還涉及其他問題 需要再進一步討論 但在會議中達成了一致共識 包括黨代表及中央委員的人數要減少 朝向減半規劃 針對黃富興黨部的改革 將朝組織扁平化方向 一併進行黃富興黨部定位的調整 黃富興黨部或將與國民黨其他組織 平行改設為一級單位 如此一來 黃富興黨部將正式納入 國民黨中央黨部一級組織 另續報導 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29號通過了 中國國民黨黨員違反黨紀處分規程修正案 新增要求黨職人員簽署保密協議 規範黨職人員需負保密責任 不得透露職務上知悉或持有的資料與信息 否則視為違反洩密規定將予以黨紀處分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是中國國民黨的最高權力機關 又叫做中央黨部 由中央委員和中央常務委員組成 並設立中央委員會主席 新冠肺炎疫情對島內觀光業造成強烈衝擊 據台灣《經濟日報》報導 台當局交通主管部門統計 今年第一季度富台旅客將去年同期銳減165.5萬人次 整體觀光收益降低超過571億元新台幣 根據最新統計 今年3月富台旅客人數為7.8萬餘人次 將去年同期大減100多萬 減幅高達92.8% 在各市場中 作為台灣主要客源地的大陸、港澳地區和韓國 3月富台旅客量將去年同期減幅近100% 有關第一季度富台旅客人數狀況 因1月份疫情尚未大爆發 富台旅客人數上有81.3萬 僅僵去年同期微幅減少6.3% 1月底疫情開始蔓延 2月富台旅客量減至35.7萬 接著疫情快速蔓延全球 3月富台旅客人數僅剩7.8萬餘人 創歷史新低 報導稱 在各市場中 大陸富台旅客人數位列第一 第一季度富台旅客量 將要去年同期大減近70萬人 減幅高達87.6% 居各地區知冠 富台旅客數第二的日本 減幅達48.2% 排名第三的港澳地區 減幅達51.7% 根據台灣地區對2018年入境旅客的消費動向統計 富台旅客平均每人每天消費金額為191.7美元 平均停留天數為6.4天 以第一季度富台旅客共124.8萬人 將去年同期大減165.5萬人計算 台灣第一季度觀光收益損失 高達571億元新台幣 好 以上就是今天兩岸頭條的全部內容 我是帥兵 提前祝大家五一快樂